假设我们的这个有四个用户 他们的数据情况是分别是这样 使用频率 用户一是使用过一次 然后最近使用时间是两天 距离现在这个时间是两天 然后平均使用时间120秒 平均使用页面数是三 然后分别有四个用户数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规一化处理 规一化处理就是指这一组数里面 用这个数据 这个用户的数据 减去这一组数据里面最小的数 再除以这一组数里面最大数 减去最小数 得出来一个值 我们可以算一下 这组数里面最小 它就不用算了 它肯定是零 因为它是最小的这个值 对吧 我们写个公式 就是这一组数 这样写吧 它减去 这里 这个不能这样写 会重复引用 我们就把它单独写出来 等于 它减去 这一组数 里的 最小 在笔上 这一组数里最大的 减去 最小的 我可能没加括号 刚才没有加这个括号 我们要把这个括号加上 才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值 同时我们需要把这个列 位置固定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批量的去处理这部分数据了 先把第一列的四个算出来 然后 可以看到 每一列都是这样 这个单元格的数减去 这一列最小的数 比上最大值 减去最小值 我们这样归一了 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分布情况 但是这个数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算法 每一个值乘以10 放大10倍 你也可以放大100倍 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评分了 一步一步算出来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 是套到我们公式里 这个应该乘以 我们应该单独再写一个公式 再写一个公式 把这个行列变一下 系数普遍 让它乘以不同的单位就好了 我们的用户中程度 等于 这个值 用户使用频率的权重 乘以它的具体分数 加上 第二个值 乘以 它的分数 加上 第三个值 第四个权重 这就是它的分数 这就得出了一个 用户重重度的分数 当然了 我们应该也把它乘一个 乘一个10 我们刚才没固定这个单元格 应该这样 把每个系数固定 把系数值要固定 好 OK 我们的用户中程度也算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指标了 通过这个HP方法 大家通过这个案例 应该能够明白 就是我们其实是把散落在各种数据上的用户的情况 最后汇集成一个参数来衡量 有了这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做排序了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样 当然我这只有四个例子 我们就知道哪个用户的中程度更高 哪个用户的中程度低 而且他们是通过这四个量化的数据 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标 我们在这上面可以加条件参数 看看他们之间的差异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去画一个这样的图 这样的图 看不同的用户在哪个指标上的变化情况 很清楚是吧 很清楚 这是蓝色的 中程度最后的指标得分 然后各个具体指标的情况 当然了HP的话 如果大家掌握的不熟悉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这四个用户 我们直接插入一个雷达图 雷达图是反映什么 反映用户的这个面积 它的面积来反映具体的使用情况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具体的分值归一了 所以就可以有了可比性 比如说你看绿色的用户二 它的面积很小 当然用户一的面积更小了 那就反映它在这四个维度上肯定很有问题 而这个用户三最高 它占的面积最大 这都是可以通过雷达图也可以反映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AHP的层次分析法的使用过程 只是我们前面举的这个例子是比较简单的 它只有一层 我们可以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自己再去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 其实AHP这个方法使用的应用的场景会非常的广泛 而且我们具体的实际情况可能不会只有一层 往往像我刚才举的那个网站质量的例子 它会有多层 那就是多种这个权重的算法结合起来 多个算法结合起来 会用到好几次AHP的这个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的用 最后叠加出来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一个系数 好这里给大家也留个小作业 如果你不会AHP没关系 你可以先拿这个雷达图去画 雷达图去画去分析一下用户的情况 当然了这个是基于你自己去定义的 你要分析的目标 你的层次是什么 然后你把它分成了几个维度的数据 然后维度怎么去做规一化处理 然后最后呈现出一张图 这是这个AHP给大家留的小作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